Salut les amis,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早前介紹了17世紀初首創的快速起酥麵團 Barte Frédé Habit之後 今日繼續酥皮麵團的創作之旅 說的是被稱為經典酥皮麵團的 Barte Frédé Classic 好,一邊做一邊說,立刻動手 經典酥皮麵團的製作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法國行內的用語分別是Déthomme Barrage 和Tourage 首先做的Déthomme是指 專門用來製作酥皮的麵團 接著做的Barrage 意思是把牛油鋪在Déthomme裡面 最後的Tourage是指做酥皮的截頁工序 現在從製作Déthomme麵團開始 開始了 它所需要的材料極其簡單 就是麵粉、鹽和凍水 在17世紀中期經典酥皮麵團首創時 當時的糕點絲會加雞蛋在製作 但今天發覺糕點絲已經沒有多少人再這樣做了 調製工藝方面 做Déthomme麵團所用的水 份量必須相等於麵粉一半的重量 水的用途不單在於將麵粉拆開 同時還要給水份鎖在麵團裡面發揮重大作用 就是在焗的時候受熱化為蒸氣 從而產生壓力向外擴張 令麵團發大 換句話說 這些麵團裡面的水份擔當了膨脹劑的角色 麵團拆好之後 用保鮮紙包好放入雪櫃裡面 剩餘20至30分鐘 目的是讓麵團鬆弛 以及降低它的銀繩 Déthomme做好之後 就開始做Burrage的工作了 具體內容是將備用的牛油 用麵粉棍輕輕烤打 添厚度均勻的脂肪影 我因為技術未到家 烤打不出正方形 所以用刀將牛油切成方形 然後將味足的份量 鋪在牛油中間再烤打 直至成為方形 之後用牛油紙包好 放入雪櫃面靜止下 讓牛油穩固一些 方便之後的操作 Déthomic麵團經過足夠的靜置 和鬆弛之後 就拿出來壓平 最常用的方法 是在麵團中間用刀畫一個十字 分射等份向外推壓 令到麵團變成十字影 中間部分保持較厚 接著將已經準備好的牛油鋪在中間 然後將四片壓向外的麵團 向內摘疊 將牛油封好 得出一個四方形的麵團 這個程序稱為Berharsen 接著接下來是最考功夫的摘疊 2Harsen工序 就是用麵粉棍將四方形的麵團壓成長方形 長度是闊度的三倍 之後將麵團摘疊兩次 讓它變成和原來大小相同的四方形麵團 以行內用語來形容 這是第一次的摘疊 Premier Tool 而這種將麵團壓成長形 摘疊兩下變成正方形 就稱為簡單摘疊 2Harsen工序 除了簡單摘疊之外 還有另一種摘疊方法 暫時不說 留下一次再介紹 之後將麵團轉90度 開口向右 好像一本書一樣 這個開口在法國的學術語叫做Clay 等於英文的Key 然後重複將麵團壓成長方形 長度同樣是闊度的三倍 接著又立刻做第二次的簡單摘疊 等它變成四方形 這樣便完成第二次摘疊 這個時候 經過一番拆壓的麵團 便會輕微發熱 裡面包著的牛油亦開始溶化 因此法國糕點C 會在其中一角 用手指壓低兩個小坑 作為以做摘疊次數的記號 再用保鮮紙將麵團包好 以防表面變硬 並且放入雪櫃面冷藏20至30分鐘 讓麵團和牛油重新冷卻 以及穩定下來 同時亦給麵團鬆弛 以及降低銀性 至於為何麵團轉90度後 開口一定要向右 同時又要壓兩個小坑呢? 相信這是一種職業習慣 因為做這種經典酥皮麵團 非常浪費時間 通常不會只做一份 而是在做好一份摘疊 Too harsh 放入雪櫃冷藏的同時 接著又第二份 第三份不停地做下去 直至第一份冷藏時間夠了 又拿出來繼續做摘疊工序 這樣在雪櫃裡面 可能放了很多份同的酥皮麵團 哪一份做了多少次摘疊 很容易攪亂 所以要有統一的記認方法 亦都方便其他工作人員便認 就是這樣 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摘疊 以及冷藏了三十分鐘之後 再拿出來重複做第三和第四次摘疊 之後在麵團的一角 壓四個小坑 之後又放入雪櫃冷藏二十至三十分鐘 再之後做第五和第六次摘疊 根據Anton-Garham在1801年的定制 酥皮麵團必須至少摘疊五次 而現在法國糕點師通常會做六次摘疊 來到這裏 Too-Harsh摘疊工序便會完成 這款經典酥皮麵團亦隨時可用 值得指出的是 做了六次摘疊的酥皮麵團 是名副其實的千層酥皮 因會產生接近1500層麵粉和牛油交叉雙碟的醃片 亦都只是法文所說的Fleur 這個不是誇大 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方法是這樣的 我用兩種顏色的毛巾來做一個示意圖 示範如何計算出它的層數 假設它是麵粉 這層是牛油 麵粉包著牛油 這裏是三層 然後我們做一個Tour-Same 即是分三分之三分之三分之一 這裏應該是三乘三分之一 變成九分之一 只是為何牛油 我們只是加拿出七分之一 這裏是一層 一層 兩層 本來是三四分之二 但因為兩層是麵粉 它融在一起 變成單一的一層 所以變成三 四 這裏一樣 五 五、六 本來是五六 但其實是融在一起 所以變成五 六 七 1,2,3,4,5,6,7 就是這樣 換句話說,每做一次簡單折疊 就是把原有的層數乘3再減2 就得出新的層數,如此類推 麵團的葉片數目增加過程是這樣的 做完第一個Tour Sammle之後 就等於3乘3減2,即是7層 做完第二個之後,就是19層 做完第三個之後,55層 做完第四個,163層 做完第五個,487層 做完第六個,就是1459層 最後我切了一小片的酥皮來試過 結果是這樣的 可以看出明顯較上次的快速皮酥麵團的效果 有更多層次 跟上次一樣 我會用這份剛剛做好的酥皮麵團 做一個發覺糕點 是什麼呢? 下次收睇,大家就會知道 這次就說到這裡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A la prochaine